這樣就是沒有,掌握了 在這裡,看到了 很久,我們女人是要不要掌握,不是有人會掌握 這是什麼魚啊? 你把那裡掌握,他看到那個光線 站到那邊,你看到手臂 你看他,他被掌握 這很英俊 我剛才強調,所有的東西都沒有 我來講,這真的看見,我才會告訴你 我最終有順序 好,來,現在起來,來 我來,你不要試過,你要試試看 好,來,注意看喔 左邊 喔~~ 你要相信台灣是這樣嗎? 對嗎?這不叫台灣 好,來 你今天我幫你上過,你知道 你們驚訝,第一點 看到台灣原生魚的那個鴨鴨 因為他在台灣的環境,自然環境 要成功,一定要壓性 不然你,當初班,人家要跟你吃,你走不走 人家來不走 你當初班,要跟人家吃 人家走的,你抓不住 所以演化,啊,想要緊,今天來這裡 你們學一個台灣的千古不變的生態 千古不變,就是什麼 台灣因為地形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溪流都短促,對吧 不過牠的比較欠 小朋友都不知道人家痛苦 弱弱強食啊 牠記得喔,你會聽喔 牠到現在我們的魚蝦 已經適應,白天 找生車子躲起來,才不會被吃掉 對不對? 但是晚上呢,牠就必須跑到淺灘流水的地方 找東西吃,在那邊繁殖 你看看,這裡就是白天在休息的地方 啊,這裡就是晚上在繁殖的地方 你等一下看,小魚就會很多 啊,這,我告訴你喔,很好玩 現在如果山北火山我可以,我來坐在這裡 因為水比較剛好的時候 那個大尾就跳起來 會跳起來怎麼走? 喔,跳起來就逆流 我告訴你喔 不會吧,這樣子怎麼有 當然有,要衝上來,水大的時候 我告訴你喔,我比較不容易可以 我如果濁江人,可能我還會做總統 我告訴你,你看這樣,綠水 啊,這個 啊,這個 啊,蔣介石看的,那不是這種魚嗎? 沒有啦,牠看的是鯉魚啦 鯉魚 它是完全日本故事轉過來的 所以叫做鯉魚 那不是香魚喔? 沒有啦 還是蠱花? 沒有啦,都不是啦 那是我們台灣人,台上沒有這個 我告訴你喔 蔣介石從日本的故事移過來的 喔喔喔 你是說你如果我們大蚊的時候 水的這樣 比較大啊 比較大隻的這樣 對,蚊花跳起來之後 進水跟鯉魚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熟悉